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日阴片南风带来南方水气,南部有小范围不定时降雨,其他地区仍为多云道晴的天气。 气温部分,高温大多在32至35度,花东纵谷及大台北部分地区有可能接近36度,紫外线方面则是全台达到过量级,提醒民众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。 今日各地午后再在热力作用下,将有对流云系发展,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几率,尤其山须发展较旺盛,提醒民众外出携带雨去以备不失之需,预估晚间降雨将逐渐趋缓。 而今日在还未下雨之前,各地都略显闷热,高温大多在32至35度。 今日空气品质部分,西半部局部内陆地区夜间及清晨风速偏弱,一类及污染物,指标污染物以细悬浮威力为主。 北部,竹苗,中部及云嘉南空品区为普通等级,高平,宜兰,花东空品区,马祖,金门及澎湖为良好等级,周一至周六。 25日至30日,因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增强,大气环境渐需稳定,水气也减少,各地大多以多云倒行为主。 午后降雨范围减少,仅剩中部以北,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各地山区仍有局部短暂雷阵雨。 气温方面,各地高温约33至35度,国际都市气象亚洲,大洋洲,美洲,欧洲,非洲,中国,各地体感温度预报。 C,北部,中部,南部,东部,26,32,27,32,27,31,26,31。